水煎五花肉 Hello 我是夢幻廚房 在我家的Vivian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水煎五花肉 這個跟之前的水煎香腸 跟水煎培根是相同的做法 本來以為大家都知道這個做法 沒想到那天調查了一下 竟然沒有人用這種方法做五花肉 哇哩咧也太可惜了吧 這是五花肉的天花板耶 真的拜託大家一定要做一下 真的太好吃而且太簡單了 你叫它煎的白切肉也可以 或是叫它脆皮五花肉 甚至叫它烤肉也不為過 反正它就是很難形容的 很好吃 很像白切肉 但是又比白切肉更有味道 反正就是整個外酥內多汁 然後拜託你不要隨便趕 你就照著我的方法做一次 好不囉嗦先來備料 今天的材料配方真的超級簡單 兩行就搞定 大家就眼睛拍照 儲存在你的頭腦裡囉 做這道料理因為原汁原味 所以食材一定要新鮮 然後一定有很多朋友要問我 到底要不要加辛香料 要不要汆燙 豬肉到底要不要汆燙 跟它的飼養技術 跟宰殺時的放血技術有關 我在台灣我買的這個是活菌豬的豬肉 有買過它家豬肉的朋友 應該知道它真的沒有什麼辛臭味 所以我用它的豬肉來做 可以不用汆燙 不用加辛香料 但是有些在歐美的朋友 買到的豬肉可能比較新 你就可以把豬肉先汆燙 現在鏡頭看到的這一塊是汆燙過的 我等等就示範兩種版本 大家就依據自己買到的豬肉品質跟情況 來決定是不是要先汆燙 汆燙的方式 就按照你平常怎麼汆燙肉就怎麼汆燙 然後煮肉的過程 要不要加辛香料 也看自己 反正就是要看你買到的豬肉品質來決定 到底要不要汆燙 要不要加辛香料 我先示範不汆燙 不加辛香料的版本 把清洗好的五花肉皮朝下 放入平底鍋當中 然後加入蓋過豬肉六成的水 加入一小匙的胡椒鹽 開中大火煮到大滾 大滾之後可以翻個面 讓豬肉的整個外表都反白變色 我是一次煮個兩大條喔 吃不完還可以放冰箱冷藏保存 很方便 反正就是先中大火 把肉的外表整個煮到反白 真的看不順眼蛋白質浮沫 可以稍微撈一下 其實不撈是可以的喔 因為剛剛說過這個豬的品質很好 真的完全沒有什麼心善味 所以就稍稍撈出浮沫就可以 浮沫撈得差不多之後 我們這時候就可以改小火 然後豬皮朝下 因為我喜歡豬皮喔 所以特別保留這個豬皮 然後朝下是為了讓它煮得比較軟 不喜歡豬皮的也可以去掉 蓋鍋蓋小火煮了20分鐘之後 接下來這步驟很重要 我們要開鍋蓋改大火 肉已經煮得夠軟之後 我們要開始水煎囉 不要跳過這個水煮的步驟 因為還是要透過水 把這麼厚的肉給煮透煮軟 然後也透過水煮的過程呢 把豬肉本身的油脂給煮出來 然後這段收乾水分的過程呢 要三不五時的換面 因為水的量不足以蓋過整塊肉嘛 所以盡量要讓每一面都可以觸碰到水 反正就把它想像你在煎東西喔 每一面都煎一下 想要皮軟一些的 可以多一點時間來煮這個皮這一面 然後蠻快的 這個水分就要收乾了 這個時候就要利用鍋中殘餘的油脂 來煎這個豬肉的外表 過程中我們完全沒有加其他的油脂喔 就是用豬肉本身釋出的油脂來煎它 有點耐心喔 就會發現這個豬肉外表漸漸的金黃上色 然後煎豬肉的鍋邊 會產生梅納反應殘留的芳香物質 是可以拿來炒菜啦 不喜歡的可以擦掉 然後想要煎到多麼的金黃上色 就完全看自己囉 然後這個煎的過程火力不要太小 至少要中大火 但是也請小心不要過大火燒焦了 然後豬皮的部分我最後再煎喔 否則會爆 就是把它每個面煎到金黃上色 不是開玩笑的 這個煎的過程真的超級超級香 最後階段我們來煎一下豬皮的部分 煎豬皮比較容易油爆 所以一定要蓋上鍋蓋 不蓋鍋蓋 啊你毀容了不要來找我喔 如果真的很怕那個爆的聲音喔 那你就只好跳過煎豬皮的步驟 或一開始就直接去皮 另外示範一個汆燙豬肉的做法 把汆燙好的五花肉放入鍋中 然後放入任何你想要去腥的辛香料 蔥 薑 酒 或是八角桂皮 隨喜放入 加入蓋鍋時才六成的清水 加入胡椒鹽煮到大滾 然後給它翻個身 蓋上鍋蓋 改小火 燉煮個20分鐘 主要就是先把肉給煮軟 時間到後開蓋 取出所有的辛香料 這些辛香料已經達到作用了 所以可以丟掉 接著開大火 開始水煎豬肉 把水分給蒸發 順便煮軟煮透這麼大塊的肉 透過這個方式喔 這個豬肉裡面的肉汁真的非常多 然後還保有肉的鮮甜味 很快水分就可以蒸發掉 我們就利用釋出的豬油 來煎這個五花肉的外表 讓它煎到金黃上色 甚至煎到外酥脆的口感 至於要多麼酥脆 多麼金黃 就完全看自己 想煎脆就拉長整個時間喔 我是比較喜歡整個外表 金黃酥脆的口感 特別特別的香喔 而且感覺很像烤肉 你看看你看看 你看看這個豬肉的外表 光看就知道 好吃喔 這個不好吃 我真的頭剁下來給你當腳墊 皮想煎脆一點的朋友 這時候記得一定要蓋蓋子囉 不要害怕 這時候鍋子裡就像有鞭炮一樣 煎完立馬分割開吃啊 買了一隻新玩具 很想試試它的效果 是可以切斷 也蠻快速的 但是這個切面真正是 這是讓夠咬到嗎 我還是乖乖用我的刀切好了 你看這樣素不素漂亮粉多 還有還有你看這個肉汁真的是 該怎麼形容呢 就是外酥內多汁 然後放入口中 甜美多汁的氣味 整個在嘴裡大爆炸 對不起對不起 有點太浮誇了 反正重點就是很好吃啦 你一定要試試看 不要亂改喔 就是完全照這個做法 這個時間 做一次看看 真的真的沒再給你騙 真的真的很好吃 直接讓我抱著這條肉來啃喔 都沒有問題 因為它真的單吃就很好吃 切完了我都完全還沒有擺盤 我自己就在廚房 剋掉了三分之一個 真的真的太原味太好吃了 水煎五花肉 拜託一定要做一次 等你交作業囉 因為正面的交流 讓我們選擇 2018年oda 落在天前 倒在某個座坊裡 我們看到了 台灣五花肉 它是 我們雕邊的 这个就是今天的食谱分享咯 如果喜欢别忘了按赞留言加分享 最新的食谱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更多的生活分享毫无推荐 欢迎加入我的IG跟FB 还有别忘了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最新影片咯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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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